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林宝儿 等着瞧吧 被你抢走的 我会一样一样都拿回来 斗阵长 斗阵长 求恶大名啊 您可是联合镇最年轻委围的阵长 请您务必出现在我们的县制上 县制 对啊 快 请坐 谢谢镇长 你看这联合镇呢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近几年来呢又成为东南地区第一大镇 作为镇长您功不可没呀 这省里的报社派我来呢 就是为了给联合镇编写限制的 您的丰功伪计 那可务必得记录下来啊 来啊 给记者朋友上茶 谢谢啊 那劳烦镇长给我详细说说 好好好 这想当年我刚来到这联合镇的时候 那联合镇的百姓 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 这个咱们联合镇的富商 朱老爷还记得吧 有有有有 那可都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富商啊 是吗 星骨都振长了 找我干嘛 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没有啊 如今你连生父亲都不叫了 能让我叫你父亲 好歹有个做爹的样子 放死 你平时肆意妄为也就算了 你还带着那么多记者前来胡闹 你想搞垮这联合镇 搞垮我朱家吗 是又怎么样的 我要告诉你 如果我有得选 我还真不想姓朱 我妈就是死在这个屋子里 她怎么死的 你应该心里清楚吧 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你妈的死纯属意外 意外意外又是意外 来到这个联合镇 住进这个家里 我妈就死了 哪有那么多意外 不是 你究竟瞒了我多少秘密啊 你明知道我妈最讨厌的就是鸦片 还跟那个星陋的做这种事 你对得起他吗 你 你妈现在要是活着 看到你这副德行 她能满意吗 你知道我为了这个家 为了你妈 还有你我付出了多少 老爷 杜镇长 杜小姐 还有王探长求见 把少爷给我看好 没我的命令 不预许地出这个书房 我已经派人去南洋查过了 这林耀山只有一个妻子 而他的妻子 在第一次生产时就遭遇了难产 这好不容易保住了大人和小孩 却没有了生育能力 而那次生产啊 是个儿子 据我所知 林耀山确实有个儿子 叫林家成 这林家成就是林耀山的独子 独子 对 林耀山根本就没有女儿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林宝儿 到底会是什么人呢 直接去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吗 宝儿啊 把你叫下来 是想跟你确认一件事情 您请讲 宝儿定是知无不言 南洋林耀山 到底是不是你父亲 您在说笑什么呀 当然是我父亲了 我这儿可是有证据的 休想撒谎 豆小姐 我是不是林家之女与你何干啊 你挑拨冠王哥和朱家的关系 利用他伤害我的父亲 怎么就和我没关了 宝儿 我朱家可待你不薄啊 有什么话 我希望你能够直说 谁家大小小身上会有这种疤呀 说你是哪儿来的野种 你来联合战究竟想干什么 不说是吧 不说我可就动手啊 为什么要去联合战 十一就会露出破绽 露出破绽就会死 谁家大小小身上会有这种疤呀 东西到底在哪儿 到底在哪儿 童童 把他保护啊 一会儿无论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都不要出声 不要出去啊 你永远都别想知道 露出破绽就会死 爸爸妈妈都爱你 爸爸 你谁啊你 你居然敢擅闯朱家 朱老爷 这就是舍妹在你们家受到的待遇 林少爷 林少爷 您怎么来了 我再不来 难道让宝儿死在你们朱家 难道让宝儿死在你们朱家 在一瞬间 在一瞬间 有个瞬间 脑海的画面 想涌起来 时间站在心底的心愿 也许无法逃离的深渊 黑暗里的一丝光线 会睁开眼